玲玲師傅, 我想問 男生是不是事業越好 桃花就會越好? 香港是一個福地 在不同地區都有它的風水寶地 不同的風水寶地可以旺事業 旺姻緣、旺財運 總之要旺什麼都有 今天, 玲玲師傅帶大家去的風水寶地 是中環 有空去沾一下旺氣 接下來一年更好賺 今集的嘉賓主持 就是搞笑高手, 朱咪咪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你想想, 由一個小小的漁港 竟然變成國際大都會城市 繁榮安定 所以我說香港的風水非常好 玲玲師傅, 請教你 你如何斷定香港是一個很風水的地方 其實去判斷 而且一個地方是不是很風水 通常我們會看一些大的東西 譬如佔股總部是不是好 有沒有一些高的建築物 一些大的橋、路 就會形成這個地方是不是屬於好風水 整體上是不錯的 香港有很多大的銀行在這裡 我們也有高的大廈 高的大廈亦互相呼應住 照這樣說, 是否住得越高, 越好處呢 就要這樣看 因為大廈如果夠高 類似摩天大廈的古代 就像一些文昌塔一樣 在山上不夠高, 我們加一個塔 補充一些所謂風水不足的地方 又或者建一些高的東西近海邊 就像一個閘子一樣摺一摺水 令財運好 而且高的建築物是非常有利名氣運的 通常建完高的建築 那個地方的名氣運就會有所提升 看來我要搬屋了 對, 而且尤其是我們要名氣 師傅, 你這麼說 我們是不是越近的高樓大廈越好呢 那倒不是 高樓大廈要遠望為之好 因為通常文昌塔或高的大廈 你要遠望它在視線範圍外 如果你太近它 反而稱之為橋升 就像壓著你有壓力一樣 就影響運勢, 所以遠望就夠了 我們現在站在海前面 是不是近水就越好呢? 當然了, 中華人說山管人丁 水管財運 水呢, 如果做生意, 看多數比較好 但也不是每一個方位的水是好的 因為每二十年一個大運 每一個運都有所謂的正神凌晨 你當是正、負加和減 由1984年到2003年就所謂的七運 七運的正神就在西邊 凌晨就在東邊 所以東邊有水就好, 西邊有山就好 再下二十年一個大運 就變成要求西南有水, 東北有山 而九運就要正北有水 中環正正就是南北鄉 所以這個水特別旺彩 多點吸收一下吧 我做一筆兩桶回去 好 凌凌師傅, 你說到中環這麼好風水 是不是日旺, 夜旺就旺 好像蘭桂坊一樣呢? 其實不是的 中環其實因為它是南北鄉 所以屬於純陽的地方 反而應該旺日旺夜 但是為什麼有某些地方 又會連夜晚都旺呢? 通常街道分為陰陽 比較大的街道, 大街大巷 我們叫陽性街道 小巷就叫陰性街道 通常陰性街道做一些特別的行業 做晚上的生意, 這樣就會好一點 而且這裡本身結構路的走向挺有趣 好像每個圈, 繞來繞去 這些叫回龍水原則上 都可以賺到少許錢 如果你說特別的行業 冷門一點, 應該是哪些呢? 我們來說熱門行業 譬如賣衣服、酒樓等 冷門的行業, 譬如酒樓等 或者是酒吧等 這些都屬於晚上和比較偏的行業 我明白了 不如我們現在去幸福時間 煎煎黃氣吧 順贏 對… 沒錯 師傅, 這裡不是姐姐的聚集地嗎? 為什麼叫我們來這裡? 難道我們轉了行嗎? 這樣, 你不要小看這裡 這裡真是隆密所在 因為香港的龍脈從太平山下來 經洞植物公園, 再經禮賓府 再經法參銀行前面的名堂位 聚著水, 其實也是一個龍脈所在的 那些姐姐很聰明 很會選擇地桑 對 聚在龍脈這裡 我決定以後每逢五、六天 拿了工具來這裡睡幾天 我一至四在這裡, 替你揭曉 三、六天, 我們來這裡睡覺時 吸龍氣 芯姐、咪咪姐 你們一至日都白色 那跟葳葳怎麼辦? 不要緊 不, 我留個位置給她吧 不需要擔心 他們很疼愛我們 我們一定有位置放在一起 不過我們最重要是感謝玲玲師傅 介紹了這麼多好的地方 給大家去逛 是的 有空就要逛逛了, 謝謝 謝謝… 很多年輕女兒對玄學一知半解 又深思思想知道一點 其中有兩件事是她們最關注的 就是桃花和姻緣 好, 人齊了 今天我們來到情侶打卡的聖地吃茶 想玲玲師傅幫我們一眾的年輕女兒 因為你知道 年輕女兒有很多感情問題 她們有很多姻緣, 桃花的問題要問你 玲玲師傅, 我想問男生是否事業越好 桃花就會越好? 因為事業, 即是打工來說 我們是看官星 官星旺的人對自己的管束力較強 在八字來說 妻星和財星是同一組星 所以的確, 如果越賺錢 女朋友多的機會是越高 還有另一個問題, 我很想問 有時候, 桃花有分好和懶 怎麼可以避開懶的桃花? 桃花的確不同的種類 先看看家裡有沒有犯了壞桃花的情況 譬如玻璃瓶或花瓶 盡量擺花, 否則收起它 因為真的會招惹桃花 另外, 每年有桃花位 如果你說我真的不想搞這麼多 我身邊的已經很好了 你就不要把桃花位吹得太黃 反而應該摘著它 但是因為你是做演藝事業 其實很需要桃花 就不要摘得太緊 不然就沒有人緣 做銷售的朋友 也不適宜把桃花減得太低 就是用中間的位置 放石春還是放花好嗎? 那你想你吧 Karina Karina呢? 我?我其實是熟豬的 我也想幫熟豬的朋友問一下 其實我們今年 童年有沒有機會出池呢? 出什麼池? 出池其實就是脫衫 有, 這是潮魚, Mimmy姐 我以為我剛買了一件新的比堅尼 可以喝酒 你穿上比堅尼就能出池了 Mimmy姐每天都在池上打麻雀那種 她好過榮池 對 熟豬的朋友在這個年份裡 因為有天廚星 天廚是一個喝喝吃吃的星 所以今年很多朋友, 很多人會找你 亦是機會高, 可以把握一下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熟狗 今年跟哪個新章比較合適? 其實每個新章不會年年變 因為我們新章有六合、三合 和六蔥的組合 狗本身和兔子是六合 和老虎和馬是三合 有其他, 譬如你什麼新章? 牛 牛和老鼠是對的 我也是熟牛的 和蛇和雞也對的 我在日常的生活用品裡 多用這些就行了 我想到了 好, 我送個鼠的電話殼給你倆 謝謝… 我十月出生, 我是屬馬 未來年, 是哪幾個月 哪個地方最旺桃花? 原則上我們有些叫桃花生肖 基本上屬老鼠、屬馬 屬雞、屠兔 是會比人家更旺的 另外, 如果你說月份 生日十月, 農曆九月 秋天出生的朋友多些木的東西 包括什麼, 例如逛山見花草樹木 逛書局, 這一類活動 即是木旺的活動, 逛家事舖 你會比較適合桃花 除了你說了這麼多旺桃花的生肖 為什麼沒有說到我的生肖? 因為你的底部本來已經旺了 你大量的觀眾愛護你 你不要太多桃花, 謝謝… 說不通話… 謝謝Mimi姐… 謝謝我幹什麼? 結帳了 我?